这是吴大镜最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次 2018年屏障冬奥会上 中国短刀速滑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判罚 无助又愤恨的主教练李延 只能将最后的得奖希望 寄托在参加短刀速滑500米的吴大镜身上 可是比赛当天 吴大镜第一枪就抢跑了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伞子眼 但好在第二枪声响 吴大镜没有犯规 他像离心之剑一般冲了出去 怕两名不怀好意的韩国选手 远远甩在身后 想想后的第39.584秒 整个场馆掌声雷动 24岁的吴大镜不负众望 为中国队拿下了平常冬奥会的手精 那一刻 吴大镜朝天怒吼 把十几年来所承受的不甘和委屈都发泄了出来 他用绝对实力 替世界打了韩国冬奥会一个耳光 但显为人知的是 为国争光的吴大镜 并不是一个年少成名的天才 10岁那年 吴大镜第一次上病就摔了107次 可尽管摔得浑身淤青 第二天凌晨4点 零下30度的天气下 吴大镜还是准时出现在了滑冰场 能起得来吗 能起得来都不用闹表 真的不用闹表 要是一般小孩他不喜欢这个东西 他绝对不会早上4点钟起床来去训练的 13岁那年 吴大镜一个人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 南下江苏求学训练 在那片不熟悉的土地上 吴大镜一个人经历了训练队解散 被抛弃 不得不另寻他路的颠沛流离 然而 当吴大镜终于在16岁被选进国家队 以为自己熬到了头的时候 他却开始被巨大的沮丧包围 南一批选进国家队的男队员一共有10名 吴大镜就是最后的垫底 他不仅随时有被淘汰退回省队的危险 还被教练嫌天资不够 去给女队做陪练 但是教练可能觉得我还挺好吧 想培养我 但是他没告诉我 他就说让我来狗牙队 让我去练 然后每天让我跟女孩话 我这心里其实每天都受打击 架不住周扬姐天天过我 长距离周扬姐过我 短距离放个性过我 我这心里得多大打击 周扬姐每次过我 她都要跟我对视一下 打击更大 你正常过我 你别看我 其实我自己也就能接受 过完我之后还得看我一眼 我内心我就想做回子 我跟雅姐开玩笑 说扬姐我们过我 你能别用那眼神看我吗 吴大镜不是一个天才 想要创造属于她的伟大 就只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血汗 从力量到细节 吴大镜反复练习 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如今吴大镜的腿 可以撑起六个钢片加两个称人的重量 正所谓十年寒窗磨练 一招天下闻名 虽然北京冬奥会 吴大镜没能在男子500米的比赛中未免 但是对于她来说 能够拼尽全力 征战三届冬奥会 吴大镜已经超越了自己